照片拍下横冠箱野的俄罗斯装甲车队 绵延13公里长 正在前往乌克兰东部大城 哈尔科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未来决战地点就在乌东 然而入侵以来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 打得恍强走板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前线指挥官 他不单是2015年率领俄罗斯部队 干预叙利亚的第一任指挥官 庞大俄罗斯军队有了头 调动险的合理许多 无论是乌方或西方情报单位都认定 乌东地区大战在即 官方不断呼吁民众撤离 乌克兰军队也严阵以待 但双方只要再度开打 损伤恐怕会继续扩大 三点新闻 众口报道